先找位18岁的帅哥 把这条大头鱼宰杀清理一下 菜品如人品,做菜如做人 大家好,我是阿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现在香菜里面非常流行和非常火的一道 钓锅大雄鱼 这里雄鱼是刚刚宰杀的 还要活蹦乱跳的 然后一点洋葱丝和一个灵魂紫苏 一千张打底和这个葱花 然后今天这个钓锅雄鱼 一个核心 再有这一个酱料 这里一个蒜蓉是300克 金辣酱在某宝上面有瘦 好像是7块5左右一瓶 这里是3瓶 姜末300克 新鲜的小米椒600克 黄贡椒600克 剁椒 然后一个广和腐乳一瓶 这也是我们店的一个现在正在销售的一个比较火的一道菜 一天也要卖二三十份 非常火的 售价是78一条 选用的是两斤五两到三斤的一个大头鱼 今天就把它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对大家能够起到一点作用 下面就为了节省大家的一个时间 把这些食材都已经是准备好了 下面就直接开始烹饪 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个芙蓉 给它兑上一点这个 色拉油 然后把它搅拌开 把它化开 如果有这个料理机的话 可以把它用料理机捣碎 好了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 我们就先把这个酱来把它放在锅里熬一下 先把锅烧至冒盐 然后放油滑透 我们再次倒入食用油 然后炖一部分的菜籽油和猪油 这样熬出来这个酱它会更香 把油温烧至四层热 然后我们一次放入这些酱蒜末辣椒之类的 先放入其他酱蒜 先放入其他酱蒜 接着放入其他酱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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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把它熬出香味 继续熬出香味 这个小火熬制的时间 大概要持续三分钟 那些也所有的辣椒 香味出来之后 我们最后放入这个葫芦 放这个葫芦的目的就是增加这个酱的一个 醇厚的回味 让它的底味更浑厚一点 好了,我们把它倒出来 下面我们起锅烧宽油 我们这里把洋葱丝放入锅里面垫底 千张丝 紫苏丝放一部分 把油烧至六成热 我们放入这个鱼 接着就是一个四层油温的 把这个鱼泡熟 你看这条鱼还在油锅里面活风乱跳的 然后我们用勺子 和这个肉勺 轻轻的把它弯一下 它这个鱼的形状就会出来了 接着可以把这个锅里面的油 慢慢的往这个鱼肚子上面淋一下 让这个鱼身子都同时能够熟透 我们炸这个鱼 一定不能炸的肉 不能炸得过老 要保持这个鱼肉的鲜嫩 好了,我们把它捞起来 放入这个 贴好紫苏 洋葱的锅里面 接着我们放入高汤 如果没有条件 放清水也是一样的 或者放啤酒 可能会更香一点 我们把这个汤简单的调一下味 来半勺盐 一勺白糖提鲜 和这个蒸鱼豉油 以及适量的胡椒粉 我们倒入这个锅里面 下一步我们把锅烧热 来入一勺刚刚这个炒好的酱 如果油不够的话 还可以另外适量的加点油 接着我们来调少许的味 来少许的辣鲜露 少量的白醋 巨腥 软化骨头 少量的香醋 再来适量的蚝油 我们出锅 然后把这个炒好的酱 均匀地连在这个鱼上面 最后把这个剩下的纸苏丝 浇到这个上面 葱花点缀收尾 葱花点缀收尾 好各位粉丝朋友 这道钓锅大雄鱼出锅了 今天这道钓锅大雄鱼的一个 几个重要的要点 第一个就是这一个 这个密制酱料 万元配方 今天是毫无保留的 分享给大家 然后一个具体的比例 我会以一个文字的形式 让大家看得更一目了然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鱼 一定要选用这个新鲜的大头鱼 也就是鲜鱼 大家可能会问如果用炒鱼可不可以 肯定可以 味道肯定也是差不多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只要是新鲜的鱼都可以 然后这个里面的一个蒸鱼水油 大家一定要放 因为吃这个鱼 放这个蒸鱼水油 可以起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味 为什么要放这个白醋和这个香醋 白醋是起到一个去腥 软化骨头的作用 香醋就是为了增加这个酱的整个的一个 这个香味 有一点这个醋香味 这个鱼飞吃起来不但没有腥味 还会有一点这个醋香味 这道菜的一个特点就是香辣下饭 下面这个汤汁待会煮出来 它会非常的一个下饭 泡饭子或者是说来一碗这个清水面条 把它拌的时候都非常的不错 这道菜也是在长沙非常流行 非常火爆的一道菜 大家如果是自己开店或者创业的 可以拿来做为招牌菜 是非常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今天的这道钓锅大雄笔的视频 马上要激进尾声了 大家如果别的有一点点作用 或者有一点参考学习价值的 请记得点赞关注 方便下次可以很快的找到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喽吃饭喽 这个鱼只要放在这个炉子上面稍微的一勺 这个香味灯一下子就上来了 现在是一块鱼肚子的肉 非常的鲜嫩 来给点这个糖子拌饭吃 这个就是鱼味啊 下面的这个青椒和这个洋葱配菜也非常好吃 这个鱼肉特别的嫩 你看都用这个糖子来拌饭了